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要一起继续来读诗篇107篇 今天我们来读第17到第22节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 仰望你的恩典 愿主你亲自引领我们 主圣灵求你动工在我们心中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眼睛 真实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向你献上仰望祷告 奉主圣灵求 阿们 今天这个段落17到22节 仿佛是在说 患病的得到医治 这些患重病的人 他们病重垂危 他们就向燕华呼求 然后神医治就领到 17节是这样记载 愿望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这边提到小小提示 当然后面讲说 患病得神医治 但是我们是愿望的人吗 愿望人会因为自己的过犯 和罪孽受苦楚 求神怜悯保守 帮助我们 到神话语教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愿望人 在第20节的地方 这边记载说 他发命医治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亡 神发命令医治 很特别哦 一般我们是 遇到困难 生病 然后祷告主啊 求你医治 求你看顾保守 但是这边说 神发命医治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亡 但是前提依然是 神来到神面前 向神呼求 第二 20节 神发命 神的话语 是大有功效的 他说出言语 神说话 天地万物就被创造 神的话语 使人的心也能苏醒 其实神的话 他的命令 发出来的时候 医治能力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然后21节说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其实我们读诗篇 刚好他的段落分法 也很有趣 这边前面讲到 愿望人啊 生病啊 但是这边又说 盼望人要因为 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所作的歧视 称赞他 这个主题 一直在诗篇当中 不断跳出来 生病的时候 怎么样知道神的慈爱 怎么样又能思想到 神的歧视 其实不容易 我们教会 有一位奶奶 其实就是居晚会 回来下公车 哇 被车撞到 欸 蓝俊慧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 不知道 为什么会生病 不知道 但是 不论如何 我们还是要 再来到神面前 因神的慈爱 和他向人 所齐的歧视 称赞他 这是我们基督徒 要做的事情 不论在顺境逆境 不论我们生命 景况如何 我们都需要 转向神 依靠他 二十二节 愿他们以感谢为继 献给他 欢呼述缩 他的作为 感谢为继 凡事感恩 哦 这句话 听过啊 但是我怎么样 凡事感恩 求主继续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即使在病痛中间 仍然寻求神的面 相信神医治能力领导 医治释放我们的心 医治释放我们肉体上的疾病 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发命医治我们 主你的话 是大有高功效的 愿主你亲自带领你的百姓 即或在病床上 即或生育 重病 或者是心理忧伤 主愿你医治的能力 领导完全的复辟我们 帮助我们 即使在病痛的中间 我们仍然要寻求 仰望人面 思想你的慈爱 思想你所行的歧视 这样我们 仍然 可以用感谢为继 献给你 我们向你献上 感谢祷告 奉取顺顺名求 阿们